衛生紙給我一下 我現在都很重視說 到底頭上有沒有流汗 自從被講過之後 嗨 大家好 我是Zikusです YO 所以就是 上台北之後 第一次跟我一起拍的影片 就是 你能夠往回一點人氣的問題嗎 我不知道 今天呢 我們要來玩一盒桌遊 為什麼要來玩桌遊呢 因為 有貓 當初買這一盒就是因為 有朋友是在做代購的 他推薦給我們這一款 因為他覺得我們 可能一定會買 所以我們買了 所以呢 今天我們就是要來玩這一款 這一款遊戲叫做 Nego Tobashi 所以把貓咪之類的 那一月的貓 那首先我們先把遊戲打開 它的那個跳台啊 跟貓咪 為什麼會分段出來 啊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貓咪放在上面 我抽太快所以貓咪掉下來 簡單來講就是 等一下我們把這個組裝起來之後 這個是類似跳台的東西 接著把貓放進去 墜落 把貓放進去 再次墜落 然後接著呢 把貓 跳出去 哎唷 接到了 看掉到哪一個位置 依照貓咪不同的分數 然後再加上 不同位置的分數 最後看誰的分數比較高 有沒有四種規則 詳細規則 我們就不介紹了 大概第一個就是 在想不到玩哪一個規則之前 我們先來 隨便組裝一下 然後就來試一下 到底彈上機會什麼感覺好了 欸 我發現 他只有 放在這個塑膠盒裡面的貓 是有上色的 其他的貓 都只有純色而已耶 白貓啊 不是啊 他的眼睛都沒顏色 白木啊 還不是白木耶 橘色的貓 真的只有純橘色而已耶 好可憐喔 小貓沒貓犬 只能有原色而已 太好了 這個遊戲呢 就是一個 讓你花時間 學習怎麼組合的遊戲 光組合 你就會組上兩個小時 根本就不需要 再做什麼其他的事情了 真好玩 然後這邊就要放那個 對 哈哈哈 那我們的貓塔就這樣 組裝完成 那首先是 一個人會拿到一組顏色的貓 你喜歡什麼顏色的貓 斑嗎 他根本就沒有斑啊 貓咪在成長的過程中 遇到的問題就是 小貓身上是沒顏色的 長大一點 才會有眼睛跟肉球的顏色 變肥了呢 這樣才會有花紋 這個就是貓咪的生態 我們就 彼此先試彈一隻看看喔 3 2 1 我的貓好強啊 這是個不安全的建築 你的樓梯很爛耶 完全不可以倒 樓梯放這邊好了 然後這裡還是最大隻 最大隻應該最難彈 很重 對啊 直接開始好了 那掉出去的呢 基本上還是可以撿回來 如果說你的是被人家撞下來的呢 就不能再撿回去重彈了 這個都可以 誰先彈到裡面 誰就贏了的程度了 根本就彈不進去 他根本進不去 我煮回去嗎 煮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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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了 我可以強調設計師出來負責 你知道嗎 根本彈不進去好嗎 他要修好他嗎 修好 為什麼他都可以進去 我都不行 ㄟ 為什麼 我都彈不進去 有有有有有 我不要最高 等一下 就想要上這個 好 我聽說 全部都留在外面 我能不能嗎 全都在這一個裡面 這算什麼 這算什麼 這可以撿回來嗎 希望你撿回來 好 謝謝 謝謝 喔 她真好好 可惜 她回去了 想要幹嘛卡在這個東西上 所以卡在樓梯上就很高分啊 對啊 好難喔 樓梯耶 那樓梯很脆 這個 好 給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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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給你給你 真的好 大家都在這裡 對啊 那個豆是怎樣 安慰獎 我上去了 這樣給你聽到嗎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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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 開神啦 我是要瞄那裡的啊 好 兩根 啊 我還有一隻貓 這有結束 那我打完一起去 人家又進不去了 他又不進去了 他又不進去了 好 計分完的畫面就會是長這樣 在這個規則裡面附的這個計分表上面 然後你把你的貓咪掉到什麼地方 分別放好 這樣就可以很快速的計分了 現在來算我們彼此的總分 小童這隻大隻的是 7 7加5 12 14 16 18 20 20再加16 36 那我是 5 7 9 11 13 15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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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20 20 20 2 20 好,那這支影片就先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分享、留言跟開鈴鐺 那我們這一次呢 這個遊戲就長這樣 希望以後可以再開一些很有趣的遊戲給大家看 謝謝大家,我是傑克斯 掰掰